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这个房车露营的方式之一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是什么呢 跟大家讨论的或者是分享的话题是 我怎么样准备我的房车旅行的营地 这个房车旅行有时候看是不需要什么营地方面的准备的 其实营地对于房车旅行的重要性非常大 因为在美国这边呢 房车营地它是房车生活和补给的一个基地 那离开了房车营地 房车的整个功能的使用和作用的发挥会有很大的折扣 不是说不行 也就是说它会受很大的制约 因为毕竟营地里头它有各种各样的服务 比方说像上水 像下水 像电的连接 比方说还有一些好一些的营地 它还有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以及娱乐的设施 其实这些东西对于房车旅行来讲都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分两大块来讲 第一大块呢 就是短期的房车旅行 那如何来准备或者是计划你的营地呢 短期的房车旅行 因为对营地的依赖性并没有这么强烈 或者是说 我们用一句 这个比较 嗯 普实的话说 就是它 有时候可以将就一下就过去了 比方说它就几天 或者是 就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周边走一走 房车自身 它的 载水 载电 以及 食品的物资储备 它有一定的这种储备能力 只不过呢 它没有这么强大 但是 你说 盯个几天的时间 它是可以将就的 但是 长期的就不行了 因为长期的 房车旅行 你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将就的 必须 认真地去对待 所以 基于这种特点 那么 在 营地的计划和准备中呢 我建议 短期的 房车旅行者 它这里头需要 计划和准备的 呃 关于房车 营地的这个因素 我考虑是有 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呃 叫美国护照 大家 但凡有过房车旅行的经验呢 都知道 叫 American Passport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 美国护照 这个 组织 或者是这个会员组织 它是没有自己的 这个经营的 营地的实体的 它算是一个联盟 那么 呃 都大家都加进来 然后呢 由这个联盟组织 呃 来呃 对外 呃 来卖这个会员 啊 然后呢 大家在做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利益分配 那是 我们就不管它了 呃 它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形式吧 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它的好处是 这个营地 比较多 呃 在全美 大概有两千多个 呃 加入 American Passport的这个 营地 所以 但凡你想 呃 基本上要 周边要到达的地方 或者是 你想找 这种地方 还是 很容易找得到的 这个呢 因为会员卡 比较便宜 呃 几十块钱 但是呢 呃 它的这个 这个营地又比较多 呃 折扣的力度又很大 它大概是50%的折扣 所以这种情况下 对于不是长期的 呃 房车旅行的朋友来讲 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了 那么 有时候你会觉得 你不可能 也就是说 这个 即便是有了 American Passport这个会员 你覆盖不了 就是覆盖不了你的时间和地点 那这个时候 那 这个时候 你就要考虑用其他的方式 对 这个不能 覆盖了的部分 进行补充 呃 对于短期的房车旅行 我建议呢 补充的方式呢 呃 有以下两点 第一个呢 就是 在这个 呃 像类似于 沃尔玛这种经营机构 呃 像类似于 大型的加油站 呃 这种经营机构 呃 也就是说 在可以停车的经营机构 呃 进行录营 呃 看着这个沃尔玛上面全是摄像头 他认为这个地方比较安全 其实就是一个心理因素 呃 比方说 呃 这个 呃 这个 Lives 的这个加油站 这个卡车停靠站 他认为是 比较 安全 呃 比方说 他还有一些高速公路的服务区 他认为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这些地方是安全的 那你就把这些地方作为你的啊安全的方面的露营的补充 所以这个阶段还不建议呃 去野外露营 因为呃 还没有建立起呃非常强大的这种内心呃 如果时间长了之后或者是积累了时间一段长时间的这个防止旅行之后 内心上已经建立起了这种安全的屏障或者是内心的这种安全的元素 那就可以了 其实野外露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第二种呢补充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公园 国家公园 国家森林公园 州立公园 和最容易被忽视的叫城市公园 有一些 你像国家公园这个情况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像州立公园 呃 也比较清楚 平时比较忽视的可能就是有一些森林 国家森林的 这个数字 比较庞大 在美国的体系里头 非常庞大的一个这个防车露营的一个一个地方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小镇啊 小城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相对偏远一点的 那就是城市公园 有很多很多的城市公园设立了这个防车露营地 我刚才讲的第二种就这种是要花钱的 呃 或者是有一些是不需要花钱的 先到先得的 呃 也有一些这个提前预定的不需要花钱的 那这些呢都比较难弄 就是有很多 就老早就放出去 然后呃 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抢完了 反正我是没有这方面的体验 我没抢过 那这个问题呢 呃 但是呢 我我仍然到过这些地方去露营过 呃 就是花钱的 那么花钱的这部分呢 它的收费都比较低 呃 有十十块二十的 呃 或者是 这个 最多有二十五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性价比超高 但是这几个地方有一个集中的特点 就是这些营地的 服务的设施没有这么完善 它只是提供了一个你可以停车 呃 可能有野餐桌或者是有火环 烧火的火堂 呃 有一些提供电 呃 有一些提供水 呃 甚至有个别的地方 提供有上水下水和污水的排放 但是这些地方呢 都有集中的污水排放的区域 所以呢 它对于短期的防车旅行 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这个部分我是建议短期 防车旅行的朋友 采取这样的措施 是比较OK的 那么我们讲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 对于长期的防车旅行者 选择什么样的防车营地 来作为自己防车生活的 这个生活的这个依赖或者是补充 第一个 现在在我们的防车旅行的圈里头 影响最大的 就是T.T.T.的全称叫Southand Trial 就是千千步道 还有时候这种翻译都不一样 反正大家都知道是T.T. 这个营地的特点呢 是因为它是自营的营地 那我现在主要采取的就是T.T.的营地 还做了一些升级 那么T.T.的营地里头 它分布在美国境内 大概有一百多个营地 加上它的这个 它的姊妹公司 我们展现叫它T.C. 我会把这些相关的信息 都放在我们的说明栏里头 来方便大家的查询 那么T.C.的营地 补充进来了之后呢 它的总共在美国的营地 有接近两百个 所以我们在这些营地呢 集中体现在东岸和西岸 以及南部 中南部的像德州的区域 像亚利桑那 像整个西岸和东岸 这些呢分布的比较稠密一些 其他的地方 就像中部以及中北部地区 它是没有营地的 在东北部地区的五大湖区域 它有一些营地的分布 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在中部以及中北部地区 它是没有自己的营地的 所以这就要用其他的 防车营地的方式进行补充 那么TT作为我们最主导的 最重要的 这个防治旅行的营地的选择 是因为它的性价比超高 它是属于会员制的 它的这个会员制的管理 比较复杂一些 因为它经营的时间比较久远 已经五十多年了 所以这里头它积累了 各种各样的 TT的会员的合同的版本 每个时期推出的 会员的合同的版本都不一样 所以据说 它们有一百多个 TT的会员的版本 我们最常遇到的 就是我现在选择的这种 叫普通的会员 普通的会员 目前它在网上促销的价格是 年卡 区域的年卡 是499 一年 那么TC的呢 大概是300多块钱 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 是700多块钱 这700多块钱的花费 基本上可以保障 我们在美国境内旅行 住在TT以及TC的防车营地的总时间 大概能覆盖 接近三分之二时间 那么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时间 就需要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补充 那为什么说 你折算下来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你折算下来每天的时候 就是两块多钱 常年的全职的防车旅行 或者是长期的防车旅行 所谓长期有三个月以上的时间的防车旅行 如果采用TT 这种会员制的 营地的模式 都是性价比很高的 也就是都是划得来的 那么你买了会员之后 你再住进去 它是不要钱的 这一部分是免费的 水电啊 下水啊 设施使用啊 这些除了洗衣 洗衣房 是投币式的 单独收费 其他的都没有 所以这个每天两块多钱 不到三块钱的花费 那么在美国这个地方 能有提供正量的一个 防车营地的 这个服务 或者是这样的组织 那真是 防车旅行爱好者的福气 那对于长期的防车旅行者 我建议的补充的方式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 叫Werkam Bondax 那Werkam Bondax呢 我简称它叫WB WB 这么一个服务平台 其实这个服务平台呢 它是把美国境内的 这种防车旅行爱好者 或者是具有一定的爱心的这样的人 他们呢 把自己家里头 空余的空间 分享出来 那提供给这些防车旅行者使用 有的是免费使用 比方说 大概我遇到的有70%是免费使用的 那有极个别的地方呢 比较少的这一部分群体呢 是有偿使用 就是象征性的有偿使用 比方说 那你停在我的农场的旁边 我本身是可以提供电的连接的 你要接我的电 那它可能就收个五块十块的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也是非常具有道义思想的 比方说 你要连接我的水 你要去 立你的桶去打水 它是不要钱的 那你要连接我的水管 开水就可以使用 打开棱头就有水 那这种情况 它可能收个五块十块 我们甚至遇到过 它在自己的家里头 建了几个位置 把水电下水 全部接过来 你如果要是停在那里 接上水 打上水 你在那个地方 露营 它是不要钱的 那你跟它说 你说我需要电的连接 水的连接 和下水道的连接 那它会提前在系统上 标明 它要收十块钱 我觉得这种服务就非常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解决了我们很大的问题 比方说 有些地方 是我们的TT和TC的这个营地 没有办法覆盖到的区域 还有一些呢 是因为我们TT和TC的使用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间隔的时间 要出来 也就是你不能住在营地里头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能够解决很大的问题 关于TT和TC的这个营地的详细的部分呢 我计划在单独拿出来讲 因为这个使用的人太多了 非常多 而且呢 它这里面有很多 需要详细的阐述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头就不再多说 那对于长期的房车旅行者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除了刚才我讲的 像沃尔玛呀 这种经营性的这种场所之外 那就是免费的国家土地 免费的州的信托的土地 免费的国家森林呢 以及其他方面的公共的免费的区域 这些地方呢 都是免费的 并没有像样的所谓营地的固定的停车点 设施啊 甚至连水都没有 有些地方有一个旱侧 有一些那个 轮廓 说这个是个停车点 那个是个停车点 更多的时候 它就是一块空旷的土地 随便停 但是呢 它基本上都有标注 而且对于野营的人们 在提示牌上标明了比较详细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那我们就按照标注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认真地去做就可以了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到时候 也想 更多地去展开 去谈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要说的只是说 方式的选取的问题 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呢 我今天想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那以后呢 大家对房车营地的选择 或者是推荐 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也可以在屏幕下方的 这个视频的下方呢 进行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清楚了 那么 大家 就对这个问题 没有什么更多的疑问了 也能够在我们的讨论当中呢 得到 受益 或者是帮助吧 所以还没有 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 关于房车旅行的话题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